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是不是这句话 是不是这句话 好 好 这一堆人要放在一起 那我们怎么办呢 假如这一堆人啊 他如果都是简单变量的话 那你说简单不简单 那你会怎么做 哎 对 在符号表里面开配个栏目 说是一个单约的人都填在这里 对不对 那可能这里面这个括号可能有两个括号 那就里面有两堆嘛 有两个圈子嘛 没搭上圈子的人就没有关系嘛 是自由人 打上圈子的人受到约束 就这个话 是不是 好 如果说是一个简单变量 那就简单了 问题是光简单 光太简单就没意思了 不好玩了 那里面肯定有复杂的东西在里面 才有这个程序的奥妙 对不对 否则的话 光是简单变量 就跟我那起先说的那个话一样 只是大家起了不同的名字 改行了浅烦 所以说等一下 现在这种要意识也不大了 这一个天方不就完了吗 对不对 一个天方就完了 你不需要 就说这个故事没有现实意义 以前是有意义 现在没有意义 对不对 所以它是里面肯定有复杂的东西装进去 那就是宿主元素 你看宿主元素它列的是什么 我这说我给你等价 实际上背后是什么 一大帮人的等价 是一大帮人的等价 而且这个它最复杂的什么程度呢 就是这个等价 你看宿主元素可以和公共语句等价 公共元等价 是不是 公共元里面会有宿主元素 是不是 然后呢 这个这个元宿主元素呢 是不是是不是也可以在等价元里面出现 好 于是一个等价的话 这个人有一个人就删除身份了 他既是宿主元素 他又是公共元 又是等价元 是不是这样 所以这很复杂 这个正有种复杂才带来这个奥妙 所以才能够反映这个人写程序 他的高超 是不是这样 他的高超 好 那现在我们就说 先把我们就把它等价语句的事情 把它处理清楚 用户是写了这么个夸号 告诉我们这些人是等价的 那么便宜怎么去把它实现 讲这件事情 好 那现在呢 我们呢 刚刚讲了说 为了说最后人是等价的 有等价关系 我们开篇了一个栏目 叫ECO 就有这个等价的这个字头来了 是吧 把他的拿来 说 我写了ECO这个相对 他的位置 他的这个地位就相当于CMP一样 对吧 在符号表里面有ECO这个栏目 在这个栏目上打上这个指针 就表示我们直接是一个单元 就这个意思 那这不是 这是一说 是一说 是吧 指出下一个等价源的路口 在符号表里面 另外一个呢 有一个offset offset就是解决 这个这个这个简单情况 简单变量和数字元素 直接的等价 因为数字元素呢 在符号表里面呢 有没有 人人都有 只有数字名 所以呢 我们把它翻译成 同学们听说 把它翻译成 把它本来是X和A23的等价 翻译成X和A1的等价 后面加个offset 就你给它等价 但是你还差这么一点 差多少呢 那咱就很容易算得出来啊 是不是 你说这个 现在是X和A1等价了 本来是X和A23等价 是不是 现在不是跟A1等价 由于跟第一个等价 那差多少呢 差那么多人嘛 现在按 按力分配 这不是十个 这里又是十个 是不是 这里一个 差二十一个 是不是差二十一个 那你说 画去坐标来的 看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X和A23等价 对不对 那差多少 就X 现在我们把X看作坐标原点 我们就把这个第一个人啊 括号里面的第一个人作为坐标原点 其他人的等价呢 有可能是在左边 有可能在右边 现在A1给它等价 A1是不是在它的右边 右边是不是 是负的吧 是负的吧 是不是 负多少个 负二十一 清楚不清楚 所以说用户写那个 A23和X等价 现在翻译成A1和X等价 但是负二十一 说清楚了 是不是 好 那么所以呢 这个就是这个 这个offset的作用 offset的偏差嘛 好 就这 那么这算偏差 刚刚我们算的这个偏差 这个算出来 那算了这个前面的二十一个人 这个算是我们眼睛看算的 是不是 反正计算机的算是要需要东西吧 需要东西 于是呢 我们要引进一些量 一些坐标 坐标 这坐标是什么叫坐标 我们后面会说 还要呢 再引进一个这个 这个 这个基准 那么基准是干什么用的呢 那后面我们再说到它 好 引进来 这个 首先这两个是在 for表里的栏目 这两个是for表里的栏目 这两个呢 是我们计算的时候用的 这个工作单元 等一下 好 再说算法 那要搞算法呢 是要搞算法 这个算法是干什么用的呢 就是填富豪表的时候的算法 就是处理这个 等价语句的时候的这些算法 这个它要解决什么问题啊 解决就是你刚刚说 这个这个这个填表 填offset 要需要一个算法 这个 还有呢 两个款要合并 是不是也需要算法 算法是干这个用的 好 我们先算法呢 先做一些序言 算法的说明 我们引来两个工作单元 一个是P 一个是base P是什么呢 是指向线性等价 等价列 它的首元的明表路口 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我们会 就是这个 我们不是写了 这个刚刚的例子里面是两片嘛 是吧 一片是XA23 这是一片 第二片呢 RJAE2K 又是一片 我们总是 那么多片的话 你现在在处理哪一片啊 那用这个P指出来 线性片 线性片 这是P 线性这一片 这里我有时候用的是 等价片 有时候用的是等价款 有时候等价列 这个实际上到最后 是应该是个款了 是个款 是符号表的路口 符号表的路口 在符号表里面 到第一个人是谁 第一个人是谁 就是我说的坐标圆点 坐标圆点 第一片是不是X啊 第二片是R 是不是啊 RJAE2K R就是 就是首元 除了第一片的时候 XA23 那X就是它首元 是不是啊 好 就是首元 然后呢 这个P指呢 就是一个基准 这个基准呢 是干什么用的呢 是当 第二片要 和第一片合并的时候 我们说这个坐标 不是移动了吗 是不是坐标移动了 这个时候引进来的一个贝斯 这个贝斯呢 它是说计算等价源 相对数的这个基准 如果在本列当中 如果没有移动 那个贝斯就是零 否则的话呢 就是你移动了 把这个新的一片移到 老的这一片上去的话 移过去的话 那基准就有了变化 那么就也说坐标 原点产生了多少变化 原来坐标原点在这里 后来坐标原点在A12了嘛 是吧 IJ IJ A12 K 是不是啊 是这里 说他们两个子叉 这个子叉 就叫 这个 这个时候需要用它 这个贝斯 就是这个差别 我们等一下会 大家会看 就这个贝斯干什么用的 干什么用的 然后呢 这个相对数 相对数是指的什么呢 实际是等于卑斯解掉这个东西 这个贝 贝就是我们这里讲的 坐标 坐标的计算公式 在这 坐标的计算公式 在这 哎呦 这个不好 这个不好 等一下我给你解释一下 这个一个坐标 有个计算公式 是吧 这个这个贝 这个贝是怎么样的呢 就是说 如果等价源是一个 简单变量的话 坐标就是零 如果这个 这个 这个 呃 等价源是一个 速度元素的话 那这个贝斯的计算 是什么样的计算呢 就是 R1 减掉1 加上D1 乘上R2 减1 这个 这个公式给我们 这种态度算个什么东西 就算这里的固数 就算这里的固数 这条公式 是解决这个 这个计算公式 这个计算公式 给我们前面不是讲过 类似过 有这样的公式吧 那个公式 跟这个不一样 是按行计算的 这是按利计算的 所以是 有点点差别 就这里 是要算这一块 体积 再加上这一个 这个就是这个什么呢 就是R1减1 R1减1 这正好是一个 我们以前是算横的一块 以前是这样 这么算一块 是不是 这么算一块 现在是这么算一块 所以左标就是 所以这里不知道 一共就多少个 就零约多少个 然后R呢 是每一个数字元素 占多少单元 占多少单元 是这样 这个相对数是这样 好 这是前面的一个解释 然后呢 我们再这个做了 现在做 现在是说是做什么 现在说是做什么 做什么呢 是就是要做这个 填符号表 就是我看到了 这个一块外量 是这个语句以后 就把这里的东西 看到X 我这个符号表填什么 主要填这个 Offset和EQ 这两个栏目嘛 就 从不想 如果把这个栏目 填清楚了 是不是把这个 把这个句子就处理完了 是不是 处理完了 好 就这个 这个语句啊 实际上是一个 这个存储要求的语句 就是我对 对存储的要求 要说明嘛 是不是 是这么一个语句 好 那么我们开始呢 当然看到了这个 等加的语句 这个头 好 知道我要处理等加语句了 然后呢 说语法检查的时候呢 它必须后面是个夸号 对不对 有个夸号配对 我这个夸号配对的里面呢 就表示这一回事 是一回事 对吧 把它记下来 好 同学们想 我先看到了这个 看到了这个X的时候 我在符号表里面填什么呢 符号表填什么 那就说 把X填进去 这个 我的名字叫X 然后呢 因为我们是 是等加语句啊 随时要把这个连起来 就是要准备这个后计嘛 是不是 随时把款连起来 所以呢 来一个人的话 你是不是也应该把这个款连好 是不是连好 来一个人的话 就这是EQ栏 我把这个符号表 割出来了啊 这符号表不是很大的一块吗 我把它有关的割出来 这一块来看 就是这个X 然后呢 这个是它的offset 这个呢 是EQ EQ这个栏目 这三个栏目 其他栏目都弄掉 然后就管他们两个 只管了一个offset 管一个这个EQ 这个时候EQ是不是一个人 是一个人 好 那就这里 就这里这里说的这些话 这里说的这些话 这个时候呢 在本列内里呢 碑识也是零 碑识是零 明表的工作呢 就是做符号表里面填了些啥东西 自己构成一个款 所以说 这个意思说 你假如这个在第十项 在符号表里面的第十项 这里写诗就是了 这就自己成了一个款了 好 这个时候呢 下面再看到谁呢 看到A23了 这时候看到A23怎么办呢 好 A23 这个A23进来 那么现在就要算一算了 这个A23 因为我们刚刚讲的 A23 你只能A1 我这符号表里面只有A1 跟A1等价 我理解是A1等价 所以因此呢 要把它offset算出来 是不是 然后呢 把这个连起来 好 这连起来这个事情比较简单 是不是比较简单 就是这个 把这个符号 就是你现在A填在什么地方 我就把这个指向这个A就完了 对不对 然后呢 把这个这里连过来 从事呢 这个有一个指针 头是不是有个指针 P嘛 是不是 所以这个做好了 这里有个P 然后P的这个指针填到这里来 那不是连起来了吗 然后呢 这个A是刚刚填到符号表里面去 把那个指针填到这里来 那这个连过去 那问题是这个 A21怎么算出来的 A21这里我们是一页看过来的 是吧 但是呢 我们可以找公式算 这公式算是怎么算呢 公式 刚刚我们给出的公式 是Base剪掉这个 这是我们给 给过的公式是吧 只要就这里把G算出来 G刚刚我们这里 不是写了个很不清楚的 那个东西 你按公式套 套出来的结果 就是算出来正好是21 那么然后呢 我们再假定 这个L是等于1 假定L等于1 那好算 好算期节吧 是不是 L等于1 你可以是四个 四个几个随便你说 现在我们说 假等于1 那这个结果就是这个了 这个时候Base呢 是0 这是本链当中 Base是0 好 这个结果就是这个结果了 大家看明白了吧 这个很重要 这是其实啊 这个第一项一定要搞明白 这一开始 把这个A11 这个A23 放进去 就出列了这个A23 我们做了什么工程 就做了这件事情 这个做完了 就这个括号做完了 这就说明了 A23和X等价 今后分配的时候 怎么分配呢 X这个位置分下来 就是把A23能够保证 是在X这个位置上 就是A23一定在X这个位置上 是不是 因为说好了吗 A11不是021远吗 021吗 这个距离是21吗 是不是 这个肯定能够分好 那分好 这大家相信了吧 是吧 这相信啊 好 那么下面呢 就下面该做下去做 看到个逗号 再看到夸号 就知道 第二个又来了 还是等价片 要处理的 那这一片是不是 看完了A 这个跟X一样的吧 这一样的 然后呢 再来个J呢 看看这个J是不是也一样的 J是不是应该一样 应该是这样 这J这一片 J的这个 这个也会算出来 算到算的 这B是0 然后呢 它是 因为是简单变量 这个J是0 0成了呢 就是这个 所以Z是0嘛 所以这是到 所以这里是0的原因啊 是到公式算的 这个公式 我们下面已经设计好了 是这个公式 对不对 是算出来的 所以这个没有问题 就困难的问题 在什么地方呢 就这个人出来了 A12次来 是我们的麻烦的事情 是不是 A12出来 因为假如说 没有它的话 那不是也简单的事情 那跟做这个一样 问题是前面 又出现了A23了 这个事情就 那就 这就意味着 RID也在这个里面 对不对 这是什么 差别在哪里 是不是连过来就行了呢 那就是把这个打通 连连过去 那这样连过来就行了呢 如果这样打通 这么连过去的话 对A来说呢 是没有问题的 对不对 但是对RID来说 是不是有问题啊 大家我们这里可以看看 这个RID是什么意思啊 这个A12进来 我们不看它 看这个 这个先由I进来的话 I是不是坐不了远点 是吧 要建立这一块东西的话 RID是不是远远点 那这个指正也指向R嘛 他也是老大嘛 是不是啊 好 RID是这个 然后再接下来 然后接下来我们两个分在一起 A12来 那就A12和RID 他们分在一起 是不是这意思啊 那么 但是我们表达的时候呢 我们只能表达说 A1给RID是等加的 但是 但是了多少 但是了多少 那快看这个 A12是吧 A12 差个10嘛 是不是啊 差个10 差个10 对不对 好 那么A11给A11呢 所以这个 假如我们没有 没有这一块东西 没有这块东西的话 那我们这里也可以画一个 类似这样的东西 这里也画一个 然后呢 只是呢 这个A这个地方呢 应该写几啊 写几 写几实是不是啊 是不是写几实 假如撇掉它 那这里都对的 就这么连起来 但是呢 我们说这个A 这个A是一回事情啊 要喝弄来啊 喝弄来以后相当于两个 我们一个不恰当的比喻 就是相当于这个 我这个单位啊 给你那个单位合并 合并 合并呢 但是呢 这个单位机密有高低 对不对啊 我也是一个学校 你也是学校 你的学校比我大 我的学校小 所以我的校 我也叫 我小学校 我也叫校长 你那也是校长 我的校长相当于 你那个处长 假如说 这完全有可能了嘛 校长有处长的一个级别 啊 那我的处长 合并过去的时候 是不是还叫处长 那对不起 你是科长 听明白没有 是不是啊 因为我校长 我的校长 离你的校长差一级 所以我的处长 到你那里去 和你比起来 和你的校长比起来 他差几级了 是不是差两级了 他说给我差一级 我给你又差一级 他给你差几级 不是差两级了吗 是不是啊 所以在我这里的所有的这个人 到了你那里去 你叫他什么 都叫原来的级别 解掉我们两个的差 听明白没有 要不要这样 是不是这意思啊 变小了嘛 我的处长到你那里 变科长了嘛 是不是解掉一个级别啊 好 所以说呢 你这个合并来 不是这么打通就完了的 说这你不变不行 是不是不变不行啊 你要变 因为什么呢 你以前认的是A11 在这里啊 这里也是给A11什么的 等加的 现在你现在等到了 你原来是给A12等加的 你现在是要给A23 要给A23来讲了 所以你这个东西要变掉了 要变掉了 那么于是呢 这里就涉及到 什么变的问题了 是怎么变的问题 好 下一栏呢 就是比较多的话了 这个话比较多了 这比较多呢 就是说 这个 这里面就要计算了啊 念念 给大家念念 这个A12 现在遇到了A12了 再看着 又做A12 把我刚刚说的话 把它调理化一下 这个 现在遇到了A12了 A12呢 由于是在第一片 由于 这个第一片的A23 已经在第一片当中呢 已经有它的位置了 现在呢 由于 R1界 这个A12和R1界的等价 它就把R1界呢 就带到第一个等价片当中 来了 是不是啊 就是把这个R1界呢 带到这一片了 带进来了 带进来以后呢 就这两个片呢 这两片呢 就叫合并了 合并的关键之一呢 是老的款当中的 这个是老的款当中 R1界的 这个相对数的计算 关键是这个计算 到底它这里面的相对数 这个0啊 到底要改为多少 才对 这个是它的 这个是一个关键 那么由于A12呢 是以R为标准的 A11相对于 A11相对于R的 这个相对数 它的值是多少呢 是负识 就是我就这句话 是个负识 就是这个R1界 这个 这个R1界 这个相对于R1的相对数 是个负识 那么下面呢 下面的这个 这个具体计算了 如果把这新的款当中的 等价源 R1界 如果把这个东西 连到 连到这个里面来 连到原来的款里面来 我们这个成为新款 这个成为老款 那么新的款的相对数 就要做调整 调整 怎么调整呢 就原来的 这里面的所有的Z 这里面的所有的Z 都要变 变成什么呢 这是原来的Z 加上一个D 这个D怎么计算呢 D怎么计算呢 那就是A的老的相对数 解掉A的新的相对数 A的老的相对数是负21 新的相对数是负10 所以解除的结果呢 就是这一段 这个就负11 这个是不是负11啊 就相对于把这个坐标 移到这个面来来 那这里插了多少 插了这一段 就这两个坐标 把这个坐标 这里的人都移上去 把这里的人都移上去 那你的数字都要进行改变 那他改多少呢 改成原来的数字 原来数字是0加上 这是0嘛 0加上D D是多少呢 老的相对说负21 减到这个 是不是等于负11啊 是负11啊 这个就是 所以这里的变化呢 就是要做三件事情 第一件变化 第一个变化 就把这里的人变掉 这里的变掉是多少呢 就是按照这个公式 原来的Z加上D D呢是这个坐标 原点的差异 就是这个坐标 移到这里来 就像刚刚我举的例子 这个GP差了多少 其实这个GP差了负11 差了负11 所以这里呢 第一件事情 把这个都改成负11了 负11 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呢 要把这两个打通 把这个连起来 是吧 连起来 这个连起来怎么连呢 大家看看 怎么连法 这个连的话 随便怎么连 防这两个款 再连在一起就行了 那就找一个 比较简单的办法 是不是 这个操作比较简单 现在甚至哪里减断都可以 怎么减法 现在有一个条件 然后还有一个移植条件 这里还有一个 一个P吧 这里有个P是吧 好 根据这个 同学们看 怎么做比较简单 你手上有几样东西 一个是这个指针在你手上 还有一个呢 A在你手上吧 A是不是在你手上 因为你刚才处理A嘛 是不是 所以A的防备 Local这个时候 所以在做这个 需要法的时候 你必须要知道 这个手哪里入手 那就是你有什么资源 现在我们资源是两个 是吧 对于这个款 对于这个款 我掌握了 它的头是个P 对于这个款的掌握 就是A 有这两件事情 然后好 有这两个怎么把它连起来 先把P挤下来 挤下来干啥呢 把A拿过去 所以这个同学说的对 就是说 我们把这个指针 如果搁到这儿的话 这时候连起来了 这就连起来了 那么这里讲连起来了以后 那么这个呢 这个就不能指这个地方了 是不是 那它该指哪里呢 把这个就指到这儿来 好 这就是我这里画的图 再看看这个图 我会把这个P的指针 这就连起来了 然后呢 把这个指针 这个指针应该取哪个值呢 是不是就这个值啊 把这个值 这个值这个的嘛 这个值这个的 是不是 这个值如果搁到这里来的话 那是不是就连过来了 这个就是 绿的就是我的心的这个脸 绿的就是我的心的脸 就是说 现在问题是什么呢 其实你有很多画法 就只是说 你这个画是不是能够 那个戒头能不能拿得到 是不是 我现在这个时候指针 我是拿得到的吗 这个指针在我手上嘛 我把这个东西搁在这里面 那这条绿的就是成了嘛 那然后就是说 这个 这个位置你找到找不到 就是这个 你也找到找不到 戒头能够找到 而且这个指针也找到 这个指针 是不是就这个指针啊 所以这个指针在不在你手上 在我手上 我不是拿到A嘛 A的路口在我手上嘛 A的路口在我手上 那就这个指针在我手上 问题是怎么把这个指针 放到这里来呢 那就说 怎么把戒找到呢 戒在不在你手上 戒不在你手上 那怎么能拿到它 有一个办法 怎么能拿到戒 我是要把这个指针 是不是啊 丢到这里面去 这个地址 你能找到找不到 找到找不到 找到找不到 对 很简单 你谁能够 这个 这个指针 就找到它 它是怎么来的呢 它是怎么来的呢 原来这个A 不是 你只要找到这个 找到这里 这需要找一圈了 这里需要找一圈 对吧 需要找一圈 找到 只要找到它 找到它 就可以找到它 你只要找到它 找到它 就能找到它 所以你这个头门 转一圈嘛 转一圈嘛 就是这里是什么断掉的嘛 就能找到它 所以这个 所以这个把它打开了以后呢 这是第二件事情 把连这个新款 第三个呢 是做这个了 第三个是 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特别容易被大家忘记 就是 你看 这实际上我们对后面的K的处理 K的话 本来在这个 在这个里面啊 它是给它是 在一个单元的 是不是 在一个单元 那没有问题 它在这个列里面 在这个坐标系里面 相对于这个 I这个坐标系里面 它是坐标圆点 所以它的这个offset呢 是个零 是不是啊 那现在呢 现在坐标圆点是不是变掉了吧 现在坐标圆点不是变到了 变到了这个坐标圆点了 那它的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式子是不是就 也就也产生变化 所以这个时候呢 就涉及到这个杯子变化了 就是现在我的学校 并到你那个学校去了 后面来的人 就是这个GP就变掉了 这个GP呢 应该是 现在算出来的这个 原来的杯子 再加上D 原来的杯子是0 现在加上D是负21 而负11 那就变11了 所以后面来的人呢 自然就是 就是11了 是不是啊 你看 这是我们练打通了以后的情况 我把这个 掉到前面去 这里X掉到前面去 这是一样的 反正是个款嘛 是个款 这个这个情况 然后呢 再把 就是刚刚说的这个 这个K K进来了 K进来了 K进来了以后 它的这个式子 负11 刚刚说好了 是吧 负11 就是这个杯子不是改变了吗 这个杯子是 这个杯子也是负11了 这个杯子是负11 然后呢 解掉这个 这个是0 好 所以Z里面呢 Z里面的offset呢 就是个负11 是吧 大家想想 这里为什么 为什么前面的杯子 要做这个变化 如果杯子 如果还是0的话 那这里得不到还是个0了 是不是错掉了 所以现在这个杯子 必须变掉了 因为这个款 并过去了以后 这个杯子就变掉了 变成了负11 所以呢 先说K的这个 这个Z的时候呢 这个就是负11了 负11 一减掉这个0 那还是负11 所以这也达到了 这个我们 这个K K和这个 它的 一样 一样的offset 然后呢 这里K为什么插在 这个位置上呢 大家看看 这K为什么插在这个位置上 那相对前面来看 我们看前面这个例子 那本来是 本来是这样一个东西嘛 好 这个是 和并宽了以后 是这个样子 然后现在来了新的K K插在什么地方好 那也就是 这样插是随便 任何地方都可以插 是不是这样 任何地方 因为是个款嘛 插任何地方都可以 那现在的问题是 怎么能够 一个算法比较简单 使得这K 一下就能插进去 那又要问大家了 现在你手上有什么 做完了这个 做完了 做到这里以后 你手上有什么东西 P不在你手上吗 P不指向他的吗 是不是 P指向他 那你说后面来一个新的人 放什么地方最简单 那就放这个后面最简单 是不是 是不是放这里最简单 就是说 这个是这个原因 对吧 所以把K就放在 他的后边 这个原因在这里 实际上你放哪里都行 哪里都自己找麻烦 因为这个时候 P这个指针在这里 比较简单一点 好 大家看看这样 这个搞明白了没有 搞明白了没有 大家就看 这个结果是不是 我们说要的这个结果 在公司算出来以后 从我们大爷看过去 这个IJK 它的offset 应该是一样的 对不对 是一样的 那现在我们算出的结果 是不是都一样啊 你看IJK是不是负11 这都是一样的 这一就是 还得益于 我们这个把它 换到它的时候 这个Base改掉了 是不是 Base改了 原来这个Base是零 现在换过来以后呢 Base是个负11 是吧 所以说你这一个坐标 这个坐标 这个坐标 移到这个坐标里面去以后 后面来的人 都在新的坐 在这个老的坐标系里面说话 所以这个基础就变掉了 那么变多少呢 变多少呢 那就变这么多 就是新的坐标系 在老的坐标系里面的位置 这个位置正好是负11嘛 所以这个图是我 是我注目出来的 同学们可以参考 就是你这样 这个我说用初正数学来的说法 你两个坐标系以后就变动 那你这个到底 到底怎么去计算它 我这甚至画得很清楚 是不是 这总共21 这里10则-11 这很轻松地把它画出来 这样就是把它画清楚了 大家画清楚了 大家看看这里有什么问题没有啊 没想清楚不清楚啊 有什么问题 没想出问题 其他同学呢 你说 你说有没有问题啊 听没有 你隔壁同学呢 听没有 没有 就这里是这样的 其实同学们一定要 把这个问题是什么 先把它搞清楚 就这个语句 这个语句提出来 不知道看望语句 或者这个等价语句提出来 它是说一个什么事情 好 这个事情它有什么要求 然后呢 我们怎么去满足这个要求 其实满足这个要求呢 这个方法并不是非常难的方法 非常难的方法 主要是同学们这个问题 要首先要搞清楚 等价语句或公共语句 它实际上说的是两 两种这个存储要求 都说的是共享 公共语句是不同的块里面的 这个存储的 这个等价要求 这个呢 是在 等价语句呢 是在一个程序段里面的 这个程序的共享 这个量的这个存储的共享 要求不一样 然后呢 用户有个表达方式 现在实际上 我们把用户的表达方式 翻译到符号表里面去 然后存储分配的时候呢 是不是根据符号表来分配啊 根据符号表来分配 好 那么下面我们再看下去 好 经过了这么一个处理之后啊 这个符号表 我们叫做 把这个符号表列出来 这个结果是怎么样的结果呢 大家看看这个结果 这个就 刚刚化成了一块块 是把它割出来的 是不是 是一个栏目割出来 是不是这意思 割出来的啊 就是当时我们开始 把X割出来 是写那个X吗 同学们想想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甚至我把这个割的这一块 把这一行拿来 是这个意思吧 然后呢 这个箭头 实际上指的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栏目嘛 哦 所以同学们就把这个 我画的这个东西是什么意思 甚至把符号表画得更加形象一点 啊 符号表画得更形象一点 然后呢 就是我们看 这刚刚做完了以后 这个offset是不是这个样子啊 因为这个坐标原点X 我们开始是X 就是作为它做坐标定位 然后定出来呢 A11呢 A11给它等价 但是呢 X-21的位置 是吧 X-21 然后呢 以后来呢 又把这个I界进来 另外一个片合进来 I界呢 是相对于A12的 所以A12和A23差多少呢 把它两个节减 插入这个-11 好 I界可以 从这里看 I界可以 它一定值 一个是一样的 offset的一个是一样的 按照我们的公式 算出来的结果果然是一样的 那就是 我们这算法是对的 是不是啊 好 所以这个你看就对 然后呢 这个EQ是什么意思啊 EQ就是这个链 这拉着这个线 是它指向水的 所以假如说是 我们不照算法 那你这里都 随便你这么写 只要把它连成一起就行了 但是如果按照算法来的话 那这里的值 肯定是有一个说法的 对不对啊 这听明白吧 反正假如说 我们从效果来上来说 从效果来说 你只要把他们 这五个人打在一起 只要串着起来 就是 比如说 这个写 这个写个2 这里写3 这里写4 这里写5 这里写5 这里写1 就连起来了 是不是啊 但是 如果照我们的算法来 来做的话呢 那不是这个顺序 所以同学们呢 还是要按照的算法 把这个值写出来 结果是这样的结果 那这个结果就是我们这个画了这里的结果 画了这个结果 所以同学们还是要求 能够把这个 按算法走一遍 走出这个结果来 那你才是真正的掌握了 一个是这样一个环 是这样一个环 从X开始到A A到R A到K到G 然后又到X 再乘一个环 这是这个结果啊 嗯 好 下面呢 是刚刚说的这些算法 这个算法呢 是书上是有一个 这个写了一个 很长的一段算法 那么这个算法呢 我已经把它翻译 在刚刚前面那些话 前面那些话 我是根据这个算法翻译出来的 我做的PPT是翻译出来了 所以我这里就不念了 同学们 这个可以对照起来看 这个就写得更加严格了 是吧 这有好几个片子 这个是写在书上 书上就有的 好 那么这个 我们下面呢 就做什么事情呢 做地质分配了 做地质分配 同学们想 现在讲地质分配的话 应该说 同学们应该要能够知道 说这下 接下去你该讲地质分配了 所以我希望大家想听课的时候呢 能够主动的 就老子两个主动的想 就是老师这里讲的有没有问题 为什么是这么讲 还有一个呢 要知道下面他该讲什么 因为你想我们已经把前面 把佛学语言的这两个最关键的语句 处理掉了 处理掉了 就是说一个是公共语句 一个等价语句 处理的结果反映在什么地方 再强调一下 反映在哪里 把这公共语句和等价语句 刚刚我们不是说编译 把它编译完了吗 编译为了产生了什么东西 对啊 产生在符号表里面增加了一些栏目 还增加了康姆利斯特这个表 是不是啊 这些表 这些东西产生以后干什么用的呢 干什么用的 就是在发表里面产生了这个EQ 产生了这个CMP 这产生了康姆利斯特是干什么用的 是为什么产生这些事情 搞这个东西干啥的 你看我们做编译的时候 这个前面不是也讲过那些语句吗 比如说衣服语句啊 什么什么这些语句啊 我们也去处理是吧 处理以后产生了一批试验试 是不是 做了试验试是干什么的呢 以后叫代码生成的时候 你把我弄成这机器代码 好运行 是不是 那么我们也产生了 就是对于这个数族说明 我们也处理了一些东西 是不是 数族说明产生的结果是什么 数族说明我们处理完了 就叫做什么东西 那么简单变量处理的结果是什么 简单变量不是 英特区叫什么 这个ABC 那做了个什么东西呢 处理完了以后 编译完了以后 得到个什么东西 有没有试验试 把整形说明处理完了以后 有没有试验试 没有 就在符号表里面 是不是 在符号表里面说明了什么东西呢 说了ABC 你这三个人都是整形量 那么这个处理完又干什么用的呢 是干什么用的 对 在分配用的嘛 就存储分配的时候 你给我A要分配个地方 分配多少大呢 把我整形装下来 就说了这句话嘛 那你在用户写这个的时候 是不是也就是意思嘛 就是说我在后面用到A的话 你按整形来处理 对不对 按整形处理 那也就是说这个存储单元 是把整形装下来的这么一个 一个这个存储嘛 顺著说明我们处理完了以后 得到个什么东西啊 就是有一个 也有个信息向量表 是不是啊 一个信息向量表 然后呢 说到它的上下键等等这些东西 也是填了一个表 所以在在这个 顺著说明处理完了以后 它是有符号表 但是呢 也有一些寺院士 来填它当时不能处理的东西 做了一些这个寺院士 那么我们这个 刚刚这个两个语句 公公语句或等待语句 处理完了以后 得到什么了 得到符号表 就是符号表里面 增加了一些栏目 是吧 增加一些栏目 刚刚我们讲了 我们一直在强调嘛 这两个语句处理完了以后 在符号表里面增加了两个栏目 CMP和EQ 还增加了个啥东西呢 甩出去的一张表 Communist 是不是啊 是不是这样 这编译完了 它有没有产生四元色 没有四元色 所以说 这两个语句 这个是干什么用的呢 实际上是存储分配的要求 这样的一个语句 它是等价与这个英体解架一样 是一样 就是说明我是个整形量 现在说明我是公共语句 说明我是等价语句 就是在分配的时候 请你注意 把我们如何处理 是不是这意思啊 就是存储分配的一个要求 你说等价语句 他说打了个什么招呼呢 就说明我最后人要分在一起 就是一个单元 就用一个单元来处理我 名字叫不一样 但是存储的单元是一个 公共语句说明了个啥事情呢 说我们这是一片 随时头 我们直接随时 随时我的后继 随时尾巴 说了这件事情嘛 就说那个分配要求嘛 所以我就是同学们 听了这个以后 应该明确就是说 我前面讲了这个语句以后 你应该问我 你干什么的 你不是在发表里面 填了那么多东西 这是干什么用的 是不是给地质分配要用 就是这么个事情 好 那我们就讲个地质分配 地质分配 这时候在 发表语句里面地质分配 你什么东西最纠结呢 是最难受的事情呢 我们办事的时候 也是这样 假如这三个同学 他很 就是说没什么露宿的事情 把他处理完了以后 就跟后面的同学没有关系 那处理很好处理 是不是 但最好怕的 处理他的事情 他提了这个问题 我就说那就这么办吧 他说 老师还有一个什么事情 他就说到他了 哎呀 这个事情很难办 他说到他 他给他一个事情 就三个人揪在一起 我就不知道怎么办好 对不对 相当于说 我要约他谈话 他说我已经 给他已经有约了 他又给他有约了 我找不到一个公共时间 找不出来 那么在我们这里 我们为什么说三个人呢 我们的货学约里面 也有的人呢 他有三面性 他既是宿主 元宿 又是公共园 又是等家园 所以这样呢 就是 他就这个人 他会出现在宿主里面 他会把一帮人拉来 就是公共语局拉来 这个公共语局拉来 是不是 你再把我分配的 把我们这些人 都拉到你这里面来 还有说 我这里面 还有人给人家等家 把那帮人也拉过来 你说分配起来 是不是很难分配 是不是很难分配 是不是 这里面 一个难分配的是 表示了他们这个 相对位置是干性的 相对位置是干性的 听明白没有 比如说宿主 他或他的距离多大 是不是干性的 你不能动的 公共语局 是不是也是干性的 他是头 一定是头 在公共园局 一定是他的头 要分他分第一个 他在后面一定是他 也不能动 等家语局呢 也是如此吧 他们都是干性的 不会缺服的吧 不会缺服的 所以这个就是 很难分配了 所以说呢 我们该在这里分配的时候 那就从什么地方下手比较好呢 什么地方下手比较好呢 就是 那就这个 假如这个人是 又是公共园 又是等家园 就这个人啊 又是公共园 又是等家园 那么我在 在服务表里面会出现 这个有一个园啊 他既是公共园 又是等家园 这种可能存在吧 是吧 好 于是呢 我就是想怎么分配好 所以按照 先按照公共园来分配好呢 先安排等家园来分配好啊 先处理他哪方面的特性 读学们想 我这个问题 大家不知道听明白了 这个我的 这个问题的 这个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 我在服务表里面就分配了 服务表拿出来分 你是谁 说我是个简单别远 我跟谁都没有关系 好 给你 多少大约就给你了 好 第一 现在指证分到哪里 就哪里又去了 好 很顺序的分 好 分到一个人 这个人说 你是谁 说我是公共园 然后说你还 你还是不是等家园 说我也是 好 这下我到底是 把它先作为等家园来分下去呢 是不是一条线 是不是 还是说 如果按等家园分下去 就是按照EQ这个线分下来 一个个挨下来分 还是说 另外一种说法 现在我看你是这个等家园 这个 你按等家园来分呢 还是按公共园来分 所以你们想想 按哪个来处理 比较好一点 这里呢 同学们也说得对的 像公共园 因为公共园 他有个要求 更 又多了个要求 他除了一个 这个 先后关系之外 还多了一个头 这一块的头 必须是他 对不对 头是他 所以因此呢 我们就是 在分配的时候 这里说了这个话 先分配 这个 先处理 这个看望语句 先处理看望语句 那么这么有 这么一个意思呢 那我们就是 分配会怎么分呢 就我们可以拿 卡姆利斯特这张表 我说 这个 现在一张符号表 一张卡姆利斯特 卡姆利斯特里面 对 这个里面 假如是有 有三个公共块 那我一个个分 可不可以啊 对吧 我做些一个个来嘛 只要分配 第一个会分嘛 第二个有一样的分 好 那我们的问题 就归结到 这个分配 一个公共块 怎么分 是不是啊 好 那么一个公共块 你怎么分呢 先拿到 这个 按照的卡姆利斯特 他不是有个FT吧 FT这个栏目 他指向 这一块的头 是不是啊 好 一下子把头抓住了 头抓住了以后呢 就说 你就是这一块 里面第一个人就分给你 好 那么 把这个人抓出来 这个人有可能 他仅仅是公共员 其他东西都很干净 这有可能吧 好 那就把他也分 然后呢 再分他第二个 第二个人 说你这个人 是 还是不是 我最担心 他是不是公共 等家员 是不是这样 问他 你是不是等家员 他说 我不是 好 那把他也一分 他再放第三个 第三个的时候 又同样的一问 他说 我是等家员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 我们理不理他 理不理他 就是 遇到了第三个人 是等家员 因为你有两种选择 一种是 我不理他 公共快继续做下去 是吧 还有一种是 把等家片拉进来 把他说 是等家片 处理完了以后 再回来 再处理 公共员 是不是这意思 是不是可以这样 是不是有两个选择 这两个选择 就这里呢 就是也是我们要 要考虑的 就这样拉进来以后 会带来什么问题 是吧 那好 这就是我们下次 口瑶要说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观看